9月9日,周冬雨一身中性休闲路可现身机场,他宿面朝天,下巴处倾线三厘米八坟,不知是怎么弄伤的,他边走边腼腆摸头,还在现了金马奖上的经典表情,饺舌。 最近周冬雨和张一山合作的电视剧《春风势力不如你》前几天收官了,这部戏让两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好,9月6日晚,周冬雨在微博喊话张一山称,春风都刮完了,家俩什么时候关注一下,还特意爱的张一山,而张一山也抢在沙发秒回,俏皮地称,秋风都刮起来了,此日不如撞日就今儿吧。 网友们被两人的微博逗乐分为围观并留言,前不久周冬雨现身手足机场,他身穿来的穿衣裙,搭配卡通牛仔外套,潮巴十足,下衣失踪,绣马干腿,周冬雨本来身材小小玲珑,最近好像更瘦了,一双马干腿十分强劲。 早前录节目时,周冬雨还曾透露,自己因场位问题身体欠佳,有空在欣赏不甘美的同时,不忘关心其健康状况直呼太瘦,希望周冬雨多吃一点。 此前,周冬雨现身某个铁站,头戴棒球帽,身穿oversize,棒球外套,搭配热裤,露出修长美腿,全素颜无口罩墨镜,皮肤白心,暖出天际。 9月8号成龙录制节目《国篇大手印》,现场变表情包,与观众互动合影,宣传新电影《英伦对决》,现场成龙放声歌唱,激情四射。 大哥还小心翼翼地为美女梳头柔情似水,与外籍美女拥抱。 8月18号,袁永怡在微博晒出和成龙的合影,他写道,外间一直传言,我是让成龙大哥生气的女星,昨晚感谢曾志伟先生的安排,终于知道真相。 谢谢成龙大哥对我不计前嫌,原来很久以前还为我制作了一些礼物,真的很感动。 大哥谢谢你,我会继续做一个好演员,照片中袁永怡素颜出镜状态很好,和成龙头挨头和影十分亲密。 今日袁永怡在微博晒出和老公张志伶的亲密合照还配文写道,玩几天猜去哪儿,照片中袁永怡素颜出镜,温柔大方。 而张志伶则对着镜头微笑,搂着袁永怡大秀恩爱,网友们纷纷留言道,去哪儿都行,只要拉着张志伶。